大家好,我是阿二姐 菠菜不要再炒着吃,或者做汤了 今天用菠菜给家人做了一大锅的饺子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做法简单又美味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刚在菜市场买了一把菠菜,特别的新鲜 把菠菜摘好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特别是根系这一头,要着重的清洗 这里的泥土细沙会比较多 根茎部分不需要去掉 根茎部分营养非常丰富,高于叶片 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 富含维生素,胡萝卜素,矿物质,钙质等 所以说我们平时一定要给家人多吃一些菠菜 菠菜是一种特别健康的绿叶蔬菜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平时要多吃一些 菠菜这里一定要多冲洗几遍 洗干净之后控水捞出,放入筐中备用 下面来火个面团 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分次加入300毫升的清水 边加边搅拌 俗话说,软面饺子硬面条 所以包饺子的面一定要活的软一点 搅成面絮,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一个偏软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 盖上保鲜膜,放到一旁,醒着备用 提前烧一锅开水 开水中加入数量的食盐 一点点的食用油 再下入洗干净的菠菜 将菠菜烫一下去除草酸 加食盐和食用油 烫出的菠菜会更加的比率 菠菜约烫20秒,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再将菠菜中多余的水分给它挤出来 进行到凉水中 再次增加水中 1-2小皮 2-2小菱 gjorde凉水中 3-2小菱 2-2小菱 2-4小菱 3-4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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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加入适量的熟油 适量的小末香油 先将馅料从底向上搅拌均匀 提前加油 油能锁住蔬菜的水分 在后面的腌制过程中不会出水 这个盆有点小 换个大一点的盆 再加入适量的食盐 半勺花椒粉 再加入适量的蚝油提鲜 这样馅料就准备好了 先不用搅拌 用的时候再搅拌 取出案板 撒适量的干面粉 将饧好的面团取出 不用揉 切上一块 直接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撒适量的干粉防粘 将面剂依次压扁 取一个面剂 直接搅成饺子皮 现在将馅料给它充分搅拌均匀 取一个饺子皮 放入馅料 先从中间拧合 然后再从边缘拧合 这样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提前烧一锅开水 加入一小勺食盐 下入包好的饺子 加食盐煮饺子 不容易破皮 饺子全部放入锅中 再从底部向上搅动一下 防止粘锅底 饺子煮至完全开锅 加入一勺凉水 素馅饺子全程打一次凉水就可以了 将饺子煮至全部浮起 各个圆鼓鼓的就熟了 控水捞出 装入盘中 菠菜馅饺子这样就做好了 个个都是薄皮大馅 加了菠菜鸡蛋胡萝卜 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 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儿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个赞吧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 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赶紧收藏了 给家人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